好 慢慢把它們整理出來 整理出這個大家看得懂 容易理解的這樣的一個文字 那我就把它說成是 題目叫做宜宙觀跟生命價值 我們他如果只問過你 如果從字義來講 不要說你有力量 就是你很強壯這樣的意思 素是你 後是媽 我們的形容詞大概都是在前面 是有力量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個話 因為很早很早以前 在滿清統治台灣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山上 大概在前面那個伊比講的 我們大概在十八世紀中越那個時期 就已經在山上 從西部的山去 在山裡面生活必須要很強壯有力量 才能夠活下來 所以我們就問問過人 不要說我祝你有力量的意思 我們太羅貴主很喜歡講 就好像我們講那個 戰 我們講這個 我們講什麼什麼戰 我們太羅貴主很喜歡講 就好像我們講那個戰 什麼什麼戰 我們講這個 對 帶有一種大家集體 鼓勵這樣的意思 那前面那個 前面的講者 伊比有提到我們太羅貴的名稱的遊覽 前面有講 我想這個 親親帶過去 因為前面有講 那大概都是這樣講 這個文字是一樣的 我們大概十七世紀末的時候 就從這個西部的平原 那邊慢慢的向這個艾朗高地移動 在南圖那邊艾朗高地 那邊因為 那個時候這個 正常公來到台灣之後 西部的人口 漢人越來越多 那我們只好 這個 慢慢的向這個山群移動 我們先往這個 這個艾朗高地 那個地方移動 然後再慢慢的從艾朗高地 往這個清境這邊移動 你看我們的 艾朗高地的這邊 我們切過這個梅溪 叫做梅 切過梅溪之後 往這個清淨那個山上移動 在清淨上移動以後 再切過這個溪 再往這個 德魯古德蘭這邊移動 那我們大概是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時候 就移到這個德魯古德蘭 那我們那個時候 就開始 大家就會記得說 我們曾經住過這個地方 開始有集體的歷史記憶跟 這個 共同事故經驗 很多人都問說 德魯古這名稱的由來 前面也講了 就是說 德魯古是德魯 德魯魯古 這個是原來的名稱 我們他如果這名運動的時候 當時這名出擊會的會長 就是黃常欣 就坐在前面 第一位的講者 他是帶著我們 這名運動完了的時候 就帶著我們去那個地方 我們那時候都去那個地方 我帶著那個 這名出擊會的總幹事 我們來 我們去過這個地方 他是三個西湖的 吸水沖進而成 我們他如果講三層德魯 德魯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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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叫德魯魯古 就簡稱德魯魯古 是這樣的 好 那個時候 剛剛也前面講 我就親親帶過了 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到 從那個七萊山 那邊狩獵 那我們原來德魯魯的位置 是七萊山的這個底下 那我們常常到七萊山的山峰打獵 所以就看到東邊的太平洋非常的漂亮 特別是陽光從海平面升起 陽光照到海面上亮 激激的感覺非常的漂亮 我們祖先就叫咪咪眼看東邊太平洋 我們泰魯古主要叫咪咪眼 叫 咪著眼看東邊太平洋 所以我們就叫七萊山叫咪咪眼 所以我們就稱這個七萊山叫 給你咪眼 給你咪眼就是咪咪眼 就是咪著眼 你咪咪眼看東邊的太平洋 所以我們就稱它是激激 那因為這樣我們就開始就 有這個向陽前山的一個念頭 我們講向陽前山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向著陽光升起的前方移動 前方的山是前山 那我們祖先看到這樣美的景象 就興起這個念頭 陽光升起的地方是理想之地 應該是可以綿延尺寸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向東移動 那我們就帶來了什麼 都如果這個名稱過來 所以我們向東移動 就看到這樣的一個景象有沒有 太美了 就我們稱這個東部的山區叫前山 現在一般的人都說我們東部的山 這叫什麼 後山 後山 實際上我們在滿清時代就已經過來 就說這裡叫前山 向著陽光升起的前山移動 我們叫向陽前山 那我們就慢慢的向東移動 那我們向東移動的時候 不是一次就移動 慢慢的向東移動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附近這裡的 靠近我們這裡的山 我們越過了這個中央山脈的奇萊山 南高山 河藩山 來到立武西的上村下領這裡 那個時候 這個滿清時代交流大魯閣 這個都是由文獻可以記錄的 在文獻裡面記錄 滿清時代有一個 滿清的一個打字叫羅大春 他說這個滿清時代羅大春 率領清兵來到台灣的東部開發北路 北路就是現在的蘇方公共的前身 他說看到一群人住在這裡 他們自稱自己叫德魯古 他說此名祖統稱約大魯閣 所以他滿清時代叫我們叫大魯閣 到了日本來了以後 也跟進德魯閣這個因 日本人就叫我們塔魯閣 後來名稱就現在講的泰魯閣 這個我們泰魯閣主任 我去外面去演講的時候 我都會講這個 因為很少人知道說 泰魯閣 當時我們在政府運動的時候 不要說一般的人了 連我們自己泰魯閣族人 就會攻擊我們 你們推動這麼運動 你為什麼要用泰魯閣國家公園 來起我們的名字 我們自己的族人也這樣攻擊我們 事實上我告訴他們 歷史不是這樣 現在慢慢大家了解 先有泰魯閣族 後有泰魯閣這個地 國家公園是1980年成立的 那我就介紹這個 泰魯閣族的宇宙觀 我們每一年的十頁 但是我們國家 中文的慶典都在十頁 中旬集辦 那個時間我們也是 我們泰魯閣族 辦這個文愛巴黎的一個機器 泰魯閣族也講 文愛是指的分享 或是給的意思 或是奉獻的意思 巴黎是指什麼 創造宇宙萬物的理 創造宇宙萬物的理 叫巴黎 在我們泰魯閣族傳統信仰裡面 這個巴黎也叫 Utut Dominum Utut是靈 Dominum是編織創造的意思 編織創造的意思 所以我們大地上所有的生物 都是Utut Dominum的手所編織而成 我們叫Utut Dominum 它的手所創造而成 對我們來講 編織這個是滿重要的一個意義 其實編織它有好幾層含義 編織一個是 編織衣服那個編織 還有一個什麼 創造的意思 譬如像一個女孩子 是嫁到夫家 爸爸媽媽 特別是媽媽 特別跟她的女兒子 你要好好去編織 你們夫妻美滿幸福的生活 她們告訴你 你要好好編織 創造 夫妻美滿的生活 編織還有什麼意思呢 它還有一種 傳宗借代的意思 懷孕生子的意思 編織創造的意思 所以一個女孩子 如果在我們傳統的生活裡面 女孩子如果不會懷孕了 我們就叫做更能暗 更能暗 更能暗是不會編織心的生命 當這個女孩子 變成為更能暗的時候 那對勁的女孩子 是很大的群怒 是這樣 最後一個編織是什麼 要會編織 Demini Demini是什麼 Demini是指了一個女孩子 到了一個年齡的時候 媽媽看到媽媽 看到女兒慢慢長大的時候 媽媽就會為她的女兒 Demini 編織一個Mini 要給這個女兒 將來出嫁的時候 送給她的一個秘密 這個告訴女兒說 你要懂得Demini 因為這個是媽媽跟女兒 將來在另外一個世界 相遇的一個記號 所以你要懂得Demini 這個是女兒出嫁的時候 大概媽媽已經把這個Mini也編織好 她不是一天編織的 看到女兒媽媽長大了 就媽媽編織編織 到嫁人的時候 就送這個Mini給她 那媽媽就會在女兒的耳根裡面 就講 送給你 所以這個女兒 當她收到媽媽這個聘禮 我就會兩夫抱進去哭 她說現在你出嫁了 你就到胡家去 將來我們還會在另外一個世界相遇 我們就是 因為你會編織 新的編織 會Demini的 才會經過彩虹橋 跟祖先在一起 等一下我會幫忙跟大家介紹 所以這個也有一層含義 就是說將來你要會編織 Mini 將來我們會在另外一個世界相遇 我們編織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們相信 有一個天地萬物宇宙萬物 就是有一個把你在創造宇宙萬物 用它的手指編織而成為宇宙 在我們傳統的信仰裡面 我們也相信 宇宙的星星月亮太陽 還有大地上我們看見的高山大海 還有我們呼吸的空氣 我們的農族物的生長 都是Demini所創造而成 編織而成 因為這樣我們的族群的密脈 得以還原 甚深呼吸 在我們的傳統的社會裡面 我們都會把那個成熟的道理 放進那個聰明的木桶裡面 聰明氣殼 我們知道怎麼樣 我們的聰明氣殼的時候 會撈起這個沖過的米 撈起來就是要把那個 那個道殼吹掉 道殼吹掉一定要靠風去吹 所以就有風把這個道殼吹掉 那怎麼辦呢 沒有風怎麼辦 在傳統的社會裡面 我們的族人就會在兩個人聰明的時候 衝到一半的時候 衝到快要差不多了 就會呼喊 快撈起來 巴黎就會來到旁邊 因為他一來就會起風 把這個什麼呢 這個道殼吹走 留下那個道米在木桶裡面 這個巴黎會起風吹掉道殼 所以我們西加巴黎 巴黎他會關心我們的生活 我們呼叫他 需要他的時候他就會來 他會借著風帶著風來 一來的時候會起風 另外我們的族人如果身體有傷口 或是心靈有創傷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會呼喊這個巴黎 巴黎就會來到身邊 編織 癒合族人身上的傷口 跟心靈的傷口 所以過去的老人 他在孤獨的時候 或是在無依的時候 無靠的時候 還在傷心的時候就會呼喊 提高巴黎 呼喊這個巴黎 提高巴黎會到他的身邊 把這個傷口癒合 甚至心靈的傷口也會癒合 所以巴黎呢 他不僅是 關照我們 在世上的生活 也為我們一輩有生的地方 我們社會是有旁邊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感恩氣 叫無蓋巴黎 來表達我們 敬天感恩跟分享 那為什麼說他也有 照顧我們的生活 又會關照到我們有生之處呢 我們接下來再講 生命價值的世界 所以我剛剛前面講 傳統的信仰裡面 巴黎它除了編織創造 宇宙萬物之外 也編織了什麼 祖靈之家 這個祖靈之家呢 我們叫做撒巴不托隆等 撒巴不托隆等是老人死了以後 去住的地方 我們在傳統的信仰裡面 我們生命價值的最高的實踐是在 左過紅橋 無拿高德 到達祖靈之家 在那邊跟祖先相遇 這是我們 生命價值的最高的實踐 在我們傳統的信仰裡面 人死了以後 靈魂是站在窗戶底下 蹲跡 這個形狀就像這個胎兒在母親的懷裡一樣 蹲坐代表生命的重生 過去我們從西部向東移動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天就牽過來 我們是慢慢的向東移動 特別是老人死了以後 一定是站在他的窗戶底下 蹲跡 不能讓他躺下來 他是活的 靈魂是在的 我們相信是有靈魂的 蹲跡狀 然後面朝向哪裡 面朝向齊萊山 不要忘記 我們翻頁齊萊山來到台灣的東部 這個是我們過去 你看我們的 像我們的獵人 馬長青 他這個山上是走過好多地方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面走過 他也跟我講 他有看過頓坐狀的 在山上的 因為面一定是朝向齊萊山 所以我們翻頁齊萊山來到台灣的東部 所以不要忘記 來自齊萊山 所以我們說我們是齊萊山的豬樂人 這個頓坐狀呢 也是代表一個生命的重生 代表人雖然死了 靈魂是在的 不能讓他躺 所以很多人這個 因為為什麼要站在床戶底下 以前在寧國五十幾年 老人都還在的時候 我問過 為什麼要站在床戶底下 他是跟我講 他說 站在床戶底下 因為怕這個洪水猛獸 對老人的身體不敬 外面站在床戶底下 有洪水猛獸 會有 對這個老人不敬 這是這樣子的講 好 所以剛剛講就是 蹲坐 念朝向齊萊山 代表是 虔誠的紀念 遠代的祖先 以及不忘本的一個態度 因為主基地 是在齊萊山的 西邊的三角下 所以我們必須要 念朝向那邊 在我們傳統的信仰裡面 祖林的國度 在祖林的國度 是指彩虹橋的另外一邊 那邊有一片非常肥沃 廣大的土地 我們的祖先都在那邊 種地瓜 非常快樂地種地瓜 以備後人來享用 自己吃之外 還要準備給後人來享用 慢慢這個蛇的人 還會進行的過來 所以呢 我們族人稱死亡 我們沒有死亡兩個字 我們叫死叫先去種地瓜 先去種地瓜就是死掉的意思 老一輩的人都是這樣 我小的時候我就聽到到底在講什麼 後來慢慢聽懂 我想慢慢聽懂 如果是先去種地瓜是沒事情 如果是先去種地瓜 那就是詛咒人家死了 所以再老人家是這樣 再老一輩 我小時候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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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他趁人家死已經走累死了 他已經到天國 不是到祖靈之家 在那邊種地瓜 所以在祖靈之家 吃水創造的 也是巴黎的手足創造的 所以他不僅照顧我們在世的生活 缝合我們心靈身體的傷口 還協助我們生活上的 在聰明的時候 需要他的水 來祈福 之外 他還關照到我們人死了以後 我們靈魂還有永生之地 巴黎 關照到我們生活 在世 同時也關照我們的靈魂 是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對這個巴黎 為什麼每年就會 所以幾半天都不該巴黎 就是要謝謝他 感謝他 那我們這個 祖靈之家 是經過他的手 編織而成 所以我們的祖先 都在那個地方 非常享受的 在那邊 這個 種地瓜 吃地瓜 而且呢 迎接後來的人 那邊享受吃地瓜 是這樣 祖靈 祖靈除了保護族人的生命之外 也是我們傳統 慣性 Gaia的先負者 以及 剝落社會秩序的維護者 這個 人死了以後 靈魂在祖靈之家 他沒在做什麼 不是在那邊 只是快樂的生活 他還要再關心到我們 關心我們 族人是不是在遵守Gaia 遵守Gaia 他是一個 健負者 所以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就很怕去 這個 怕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是什麼 我們觸犯了Gaia以後 我們的 我們的 會 會 會 問普 不好意思 對 問普 聞普 Demir Demir Adi Demir 這個 問普 Starlane 我們問普 Starlane就是說 透過巫師 去問 到底 他為什麼會發生 故性的事情 那是因为某某主义在生气 因为你触犯了拉雅 小时候我妈妈曾经带我去一个 我们那边回那个巫师 我妈妈带我去看 她说我妈妈虽然已经信仰基督教了 但是她还是相信主义 她还是带我去 我说妈妈你不是 妈妈是传道人你是父母 你怎么还带我来追来问她 我小的时候 她说我们主义也很灵 我跟我这样讲 我妈妈是这样跟我讲 要问她为什么 我们某某隔壁那个人怎么样 他是说因为某某人 我们某某主义在生气 某某主义在生气 所以要杀一只鸡 来护卫这个主义 他名字都会讲得出来 主义的名字都讲出来 所以就是说主义 他不是写着在那边光是享受这个吃地瓜 他还会来关照我们的 他是维持社会自信的很重要的 不能触犯这个主义 主义也会让你到打猎的时候 可能会怕是意外 或者是补不到野兽 主义都会关心这个事情 所以主义呢 他就是生活在主义之家之外 也关心到我们 维护我们这个拉雅的一个经负者 所以凡是触摸拉雅的 就会引起主义的不业 不高兴 会遭到主义的惩罚 甚至也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 这个是主义 那巴尼呢 主要创造宇宙万物之外 就刚刚讲 也创造了主义之家 关照我们主人在世的生活 跟生命的安全 也创造了我们死了以后 灵魂有永生盼望的棘手 所以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会 实验都会祭拜这个 不该巴尼 我们这个不该巴尼是感谢 不该是给 巴尼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点 这个巴尼就是我们讲的 银子宇宙万物的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研究 我们文史的工作的老人 他们在银子宇宙万物 巴尼 有时候他们 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 为什么 就统一用巴尼就好了 或者统一用银子宇宙万物就好了 这个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议 但是大家还是认为 巴尼是最好 这个是最传统的说法 最好说巴尼 所以巴尼也是 这个我们每一年办的感恩记 其实都是在表达我们 对于今天的一个仪式 今天的仪式 就是说创造宇宙的东西 感谢你 我们这个今天的仪式 感恩记有播种记跟感恩记两种 其实在传统上来讲 是分开的 播种记是播种的时候 大概在4月左右 4月那个时间 感恩记大概是在11月11月那个时间 收获的时候那个感恩记 那现在我们的主人呢 经过大家讨论的结果 我们就一天把它办完 感恩记就是把播种记跟感恩记 合并在一天的办理 是这样的 我们在播种记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仪式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太后的主人 怎么去敬天表达我们对这个 巴尼的一个尊敬 大概在早上3点的时候 星空明亮那个时期 都是在一大早的时候 祭司他会带着儿子 以及农作的种子 当即要用的种子 当即用的农作的种子 带这个种子呢 然后手持的火把 手持的火把到山上的祭坛前面 大概走路走到山上 做播种记的仪式 那这个祭司呢 他就会想把你祈求 通常他讲的话都是这样 这些种子都是你所适应的 我们要播种 祈求这个种子 不要被地上的种吃掉 让农作物长得茂盛 大概讲的意思是这样 那我们带着火把叫上去 其实讲的话不多 就带着这些要播种 当即要播种的这个种子 就是说希望感谢他之外 希望这个种子继续受你保护 让他长得很好 那完了这个仪式 大概就讲到 大爷早上六点左右 祭司会带着儿子来到山下办感恩祭的场 往场 参加感恩祭的活动 进行感恩祭的仪式 早上的时间 祭司在下山的时候 就会向巴黎治感恩祠 感恩祠的大致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让我们种的这个农作物 生长得非常好 而且让我们丰收 我们的族人得以吃饱 繁衍子孙命脉 生生不息 大爷是这样的意思 做感恩 我们每一点为什么要办这个感恩祭 当然 它的主要的意义 一个是祭天 感谢这个巴黎的恩赐 因为它编织创造了宇宙万物 以及生物的一个多样性 族群的密脉得以繁衍生生不息 所以要特别感谢它 那第二个 半岗恩祭的意义 借着感恩祭 族人彼此分享食物之外 也传承了乐于分享的生活文化 重建部落有机的人际关系交流 这个前面我们的讲者 我们伊犁也讲了 我们其实泰鲁贵族人是 非常重视分享 我们是把最好的东西 要分享给朋友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生活 都是这样 而且借着分享 建立部落有机的人际关系交流 什么叫做有机 我记得我自己创造的名字 因为有时候 不知道整个气节是 就是说 我讲的有机 在我们部落里面 分享食物是没有目的 完全是无条件的 我不是说我给你 我就是因为期待你下次给我 没有 把我现在有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你 所以我不担心 我明天没有东西吃 为什么 别人也会把他身上最好的东西 分享给你 这次我可能用菜分享给你 明天可能有什么肉 你可以分享给我 所以我以前在民国六十几年 我在做部落研究的时候 我在部落 那时候很多我面脑的部落里面 我就问他们说 在山上里面生活好吗 你来到那边的时候 他说我们也很富有 不是想说怎么会富有 有钱 有房子 有车子才是富有 在山上里面没有钱 房子什么也没有 他说 在那边讲的 Brightf的意思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分享的交流 那种非常丰富 不丑吃不丑穿 人跟人之间没有那种 互相有目的 而是大家是乐意的分享 他讲的本来是指这个 所以他不担心吃东西 他很富有 所以在山上不觉得有什么缺 所以我觉得有点意外 我那时候小时候 慢慢去理解老人家在讲的 包括我父母老人在旁边的讲的话 慢慢去思考 我们现在人在追求的 在过去我们的生活的文明是什么 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 所以我这常常在想 过去这样的人际关系 无条件的 没有目的的 不去回报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人际的交流 这才是丰富 所以他说是 很丰富 很富有这样的意思 第三个就是在传承 我们把感兵器就传承 也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一代的朋友们 学习 并且认识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进而认同自己的民族 建立自信机 我们的年轻一代 我就看到他们 我听过每一点的感兵器 我都会参加 而且都会在那边跟他一起跳舞 我都会一直到最后才离开 从以前都是如此 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他看到我们 我们在推这个 推这个港元记的活动 他们很感动 他们想象中的我们的外面人 看我们的原住民 跟他们现在所看的实际上的 那是大家很感动 为什么 什么感动 不是这样 我们是乐意分享的民族 不是人家讲的这样 那我们讲的这个 那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静天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也是静天 这些老人 他们过去也有这个 这个乙作观 有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原来我们族群的灵魂生命 这些都有它的意义 那过去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我们借着港元记 让他们知道 同时在港元记前的 这个文化的工作者 修理乡 各种都会请我们去 做一些仇备的工作 我们把这些 让我们年轻一代人都知道 他们也是被深深感动 原来我们的族群 不是人家讲的这样 原来我们是所复山林的 比如像我们叫狩猎 这个字 我们叫狩猎叫 等撒满 等撒满 你记得觉得很奇怪 等撒满是什么 我们是 大概我们太禄被追的 等撒满是 跟动物一起生活 叫等撒满 那时候 汉这就变成 捕猎动物的人了 就变成猎人了 变成现在野保团体 攻击的对象 变成一些热爱环境的人 攻击的对象 那我们说 我们是等撒满 是跟动物一起生活 所复山林 什么样的人 才会经过彩虹角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他必须是这样的人 才能够走过彩虹角 那并不是外界人所讲的 好 人死了以后 我们相信人死了以后 灵魂会经过彩虹角 才能够到达主名之家 在经过彩虹桥之前 桥桶就会有一个大支的螃蟹 你经过这个彩虹桥的前面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螃蟹 你的手掌心如果燃有血迹 双手摩擦 没有办法摩气的时候 代表你活着的时候 遵守阿雅 什么是遵守阿雅 我们下个问题慢慢再跟你讲 你遵守阿雅的 灵魂就会经过彩虹角 到达主名之家 跟祖先相遇 那他如果的男子 为了要实现自我的价值 必须要勇敢地用生命去保护土地 保护山林 保护动物 而且慷慨地分享食物给主 这样的人 经部落的族人认定之后 就会称他是青海胆 被称为青海胆 被称为青海胆 胸前就会挂一个 灵形的编织的纹路 我们叫做米里 你孩子要会的米里 编织这个米里 编织衣服还不行 要会的米里 所以我刚才讲了 你孩子慢慢长的时候 妈妈为他的女儿编织的米里 作为一个定理 就是这个米里 这个米里也是 被称为青海胆的男人 就挂在胸前的一个标志 这样的男孩子 将来才会 经过彩虹桥跟祖先在一起 是经过彩虹桥的男人是有条件的 所以过去的男孩子 都很小心翼翼的 要变成一个将来会经过彩虹桥 跟祖先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是跟传统的信仰自由 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女孩子 要会的米里 要会编织米里 男孩子一定是要 被称为青海胆的 勇敢地用生命所复的土地 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信仰里面 刚刚前面你也提到 土地是血 三米是家 但我们都问他 就是我们祖先讲的方法 所以 五月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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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没有猎人就没有土地 没有猎人就没有山里 没有猎人就没有动物 这是我们传统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你只是 勇敢地用生命所复的土地 但是你不懂得慷慨食物给主人 这个人一定也不会被称为七根 所以分享慷慨 对我们来讲是中等的重要 如果老孩子被认为不是 不是的老孩子 你是不是再怎么勇敢 再怎么好 也不会被称为七根 也不可能经过彩虹桥 被主线在一起 所以慷慨是很重要的 那你孩子刚刚讲 他必须要学会编织的谜 死了以后灵魂呢 才会经过彩虹桥 进入这个祖林之家 如果不是七根达的老孩子 而且不会编织迷离的女孩子 死了以后灵魂在经过彩虹桥之前 而且双手摩擦 手掌心不会让有血迹 都会从桥的上面掉下来 会被桥下的大螃蟹吃掉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信用释迦 那我们的祖训 土地是血 山林释迦 我们称呼猎人 前面讲过 不得沙漫 不得沙漫指的是 在山林里面跟动物 共同生活 所付土地 所付山林动物的人 所以在太陆跟主的传统的社会里面 男子其实都是猎人 男孩子 等他干擾 其实都是猎人 所以猎人的生命价值 最高实践 就是要走过虹桥 所以狩猎在我们的信仰 也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信仰 也是我们的狩猎 这个是现在一般的理解舞台一样 就是我们从汉字来讲 就是你们是捕猎动物 你的名字就是要捕猎动物的人 都猎人 但是我们主人一直都被认为 这个都不是我们要的 那当然现在有的人会去猎骨动物 当然是有 不按照我们的主修就猎骨动物 一定是有 就好像现在政府明定 政府明定 一定要有驾驶 有驾驶 直到才能够驾驶 那时候还是很多人违法 那你不能说这些违法的 去说所有台湾人都是违法 我不会这样 就好像我在离国七十几年 我印象是可 美国有一个媒体就在讲 台湾人都是讨落税的人 因为刚好我一个朋友 他是在美国 他回来就在讲 他说美国都在提名台湾 都是很喜欢讨落税 原来有一个台湾的男孩子 娶了美国的女孩子 我们台湾人很会做假账 讨落税 做两笔账 后来他跟他太太吵架 吵架的时候有两个呼 他在告他的先生 告到法院里面 自己才爆出来 爆出来 原来台湾人就讨落税 但是我们台湾人很生气 那是他的行为 台湾人拿到都会讨落税吗 我今天我也生气 那现在人在看 我们台湾 原住民的猎人 也是用这个看 有一个人在这边在打料 就开始找媒体来拍 原住民进去周围 他们讲都是骗人的 就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台湾贵族的狩猎之主观 我们现在成立猎人协会 我们管得住这些人 我们这边有很多猎人 我们的干部都在这 我们管得住他们 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看得到 但是政府你看不到他们 晚上在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 当你政府一听到来 要抓猎人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反弹 你一直说我们是猎人 这破坏也是多 我们还会去抓他们吗 我们当然要保护他们 当有一天政府授钱 准备现在领务集要跟 我们台湾贵族要 缺帝行政企业了 要授钱 这些人 他们一定会保护善理 根据我们的自主观点的规范 授付善理 所以必须要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给予不同的民族的文化 不同的差异的文化 给予尊重 我们才会 平等的生活在这个 有尊严的 生活在这位土地上 我们的猎人也是一样 我们的猎人 因为这种狩猎 是我们的传统的器人 那我们讲的狩猎是所分三名 所以这个 我们 一般的说我们是 捕猎动物的猎人 说我们是 那事实上我们说 我们是在山里面 跟动物去生活 那 台湾贵族男子 其实都是猎人 如果说 把猎人这个名字 说成现在捕猎动物的人 所有的台湾跟男人 都可能不会 都可能就是政府的一个追逐的对象 这个 这个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 我们一定要能力去追求 这个 我们的文化的狩猎权 最近 这个 我们台湾贵族的协会 一再的在要求政府 要把你这个 也就是你的 这个 基本的一个固有权的文化权 在这一次 12月4号那一天 在总统会有找备 我对代表我们的猪人 要我在那里发声 大变会再继续地跟总统 大变会再继续地跟总统大变会的事情 在 在 原著名的文化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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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被重视 这是 我们这个 在感恩记里面 这个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里面 其实 这个 这个 这个文化权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那事实上我们所有的这些 所赴山林的人 才会经过彩虹脚跟祖先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生命价值的一个最高的实践 我们在实践我们的生命价值 那日本人在打台湾的时候 为什么打泰鲁阁 这个地方 日本动用了 22,749人病例 拨打我们泰鲁阁 为什么我们那么勇敢 不怕 因为我们不勇敢地用 生命去守护这个山林 将来 不会跟祖先之后在一起 我们是实践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守护山林 是这样的 当时我听我的祖父他们讲 我们怎么惨烈的跟泰鲁阁阁 这个山洞 我们没有什么先进的武器 都是石头 要不然就是用传统的铁枪 跟马青时代 在西城再买的枪 抵抗都等 我们是用色面器抵抗 为什么 因为色面器要等 我们将来才会经过彩虹桥 跟祖先在一起 用这样的一个信仰 在抵抗所分的土地 当然据说我们现在整个 后来日本走了 我们的中华民物政府进来 后来就到了这个地方 由奥尔国家公园 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怎么去大家合作 继续有续发展这个地方的 自然跟人文的一个资源 那我想这个是最后互相比例的地方 在我们泰国之后来的主人来讲 我们说这个 国家公园其实我们在家里 最少我们很早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以来 在推动防火收敛全运动 其实就是在追求民主尊敏根 文化的平等 这个曾经我们的主人还带 我们的主人希望到中东府 去要求帮我收敛起来 那时候蔡英文主总 刚刚当写了没多久 我就带着我们的主人到中东府 这个是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 越来越关注这个事情 那必须是从教育开始 所以在三年前 我在原转会里面特别提 希望所有的民主教育 不再只是针对原住民的民主教育 要向前台湾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民主教育 现在课堂都在赶 因为当时我们原转会 我带着我们原转会跟教育部 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叶俊荣 政务司长安俊也都在 当时我们怎么样把民主教育 从博小的教育开始 把原住民的民主教育 让我们一般的社会都要证实 原住民的民主教育 这样才能够将来 这个彩绘慢慢大家认识 这个演住民 然后这个文化 走向这个文化平等这个道路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国小课程 课堂都已经在来 现在的民主教育 我们现在包含我们的这个 泰国国家公园这边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特别是泰国国家公园 都已经拨成这个 弄成这个影音档 甚至还有一些教材 都已经慢慢的建置这个教材 现在已经在国小 国中高中这个地方就开始 因为我们都参与 都参与这个课程的这些 教材的这个意见的这个咨询 所以将来的我在讲 十年十五年以后的台湾 绝对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呢 十五年以后的台湾的这个人 都接受过民主教育 将来的台湾是非要来也好 不像我们过去 过去接受的教育 坦白讲 我们这个年代接受的教育 像黄长期教育 这一代我们都是单一的教育 我们当时唯一就是要 马国大陆解救大陆同胞 大陆生活在学生活动之中 这个我们当时的教育都是不是 现在不是 现在整个从国小开始 课堂教材都在改 包括国中小的老师 都要接受民主教育 是这样的 所以未来十五年以后的台湾 决定不一样 应该会是台湾亚洲地区 最多眼而平的 这个展现一个 南岛民主文化的一个台湾 那我们园长会 确实花了很多的功力 在总统部里面 在提出 是跟中央部位即使一商 包括我们国家公园这里的 国家公园的 这个 进化补偿 本来是没有进化补偿的 是我在那边特别提的 我们台湾亚洲地区 现在国家公园里面的 还有水之眼区域里面的 进化补偿 全国都有补偿到 已经三年前就开始补偿 不幸没有 这个都在中央 我们在研究中央 我常常在讲 这个事件 其实是因为差异而美丽的 唯有尊重理解文化差异 才能够真正的结果 多元而平等 新的台湾世卫 彩虹它有七个颜色 其实每一种颜色 都有它的存在的价值 七其实是我们台湾国族的 吉祥数 多数完整的数字 我们常常讲说 比特巴乌 德国布 德国常常这样讲 我今天曾讲到 这个生命价值宇宙观 其实也带进来 有关于我们现在 跟国家公园的一些议题 当然这个问题 慢慢大家 大家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让我们的每一个人 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都能够很有尊敏 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让我们台湾 在世界被看见 我常常在讲 在中东我讲好几次 要深耕 台湾的南道文化 建立台湾 南道文化的优势地位 进而 带动台湾 迈向国际 我这个时候 我常常在中东西提这个事 现在慢慢从教育开始在做 我想 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谢谢 因为今天讲的台湾国主的一座观 生命价值与实践 这个部分 各位 各位听了以后 有什么想法 或是跟某些交流的想 知道 我没有讲到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大家 互相共通交流一下 可以吗 不 我们台湾国主讲 谢谢叫 Mahwai su male Mahwai是分享的意思 素是你 Mahwai是非常 所以我们的音法结构 跟汉词不一样 Mahwai 是感谢 素是你 感谢你 非常 非常谢谢你的意思 如果这样念下去 用国语讲是不通 但是 我们用国语的音法结构去讲 我们又讲不通 我们这样 Mahwai su male 那我想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 在我们过去 我们的台湾国主 这个 有一个女孩子 嫁到这个夫家的时候 她 她妈妈拿那个聘礼给她 这个聘礼 就是说 这个秘礼的聘礼给她 希望她嫁出去之后 带这个聘礼到夫家去 希望她能够去编织 就是创造幸福美满的一个生活 包含要床中接待 结果女孩子嫁到夫家的时候 甚至没有办法怀孕生子 她就 后来那个部落就称她是耿等暗 这个女孩子去受不了 是 因为被称为耿等暗的话 那个是很大的虚弱 她就想起自杀 后来她就把她妈妈 给她的那个迷礼 有没有 一条一条的解开 离开这个夫家 想要去自杀 后来有一个叫 灵鸟叫西西 就飞过来就告诉她说 你不要去自杀 你赶快去灵养一个孩子 这个呢 在我们最传统的歌谣里面 我唱给大家听的话 大家也分享一下 这个意思说 这个到底是 这个女孩子唱的歌意思是这样的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她说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 她说枯干的树枝 难道不是缺乏河水滋润造成的吗 她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枯干的树枝 她说我没有玩 不一定是我一个人造成 应该是很多原因 但是以前女孩子不能讲话 她接着歌来唱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天就唱了 心狠 心狠 女孩子最好是哭泣了 她说到底是怎样 Bombay 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我明明还努力的 想要不成为不干的数字 但是难道不是缺乏河水滋润造成的吗 她是这样 对当时的社会 她有她的意见 我不是不要申 这个当时申不出来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想 我就講到這裡 那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如果沒有我就繼續唱歌 Tella講的這些 那其實我自己雖然 雖然在原住民族地區做了一些了解 但是畢竟因為文化的差異 其實語言的差異也非常的 還有我們思考事情的方式也差異很大 所以我相信我也有非常多的誤解 那所以我會非常 都會非常的很樂意來聽 像這樣子的文化講座 因為畢竟文化的差異 常常造成我們對於另外一個文化的生活的誤解 我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常常用獵人這個名詞 那獵人這個名詞 可能也不是這個中文以前常用的字 這個Hunter這個字眼可能也是來自於西方 那在原住民的社會 台灣的原住民社會 很多人都告訴我 他們沒有獵人這兩個字 獵人是漢人稱呼原住民會去狩獵的人 的一個稱呼 可是在原住民的名詞裡面 其實沒有獵人這兩個字 絕大多數的原住民都這樣子告訴我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把這個原住民去狩獵的人 當作是一種職業 或者是當作是一種特別的專長 在社會上扮演特定的角色 但是其實不是嘛 其實不是 其實以太魯閣族來講 我們稱呼的狩獵 其實更直接的意思 其實是在山野當中生活 跟大自然一起共存 甚至共舞 那所以我們其實忽略了 狩獵這件事情 其實它在生活跟文化上面的其他的意義 那我們現在比較清楚了 任何一個去狩獵的人 其實他都肩負著保家衛國 尋守疆獄 然後維持這個疆土的完整性 然後抵禦外辱 這些都是在傳統領域裡面 進行狩獵的人 都會同時肩負的責任 所以其實狩獵的人 其實也扮演的 不只是把食物帶回來而已 這麼簡單的一個角色 他也扮演了勇士 他也是保家衛國的戰士 那麼所以這麼多年了以後 我們逐漸的比較能夠理解這種 綜合性的身份 跟他的綜合性的社會的地位 我想未來透過更多的文化講座 我們過去都以為我們很了解了 其實不然 其實不然 我相信透過更多的文化了解 我們會這樣子的講座 我們應該會有更多的機會互相了解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到目前為止 仍然有很多的漢人或主流社會 覺得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或在地知識 可以像西方科學一樣一條一條列出來 甚至都覺得說 好像這些知識已經是一個教科書一樣的擺在那邊了 等著大家去應用 那其實大家都不太 就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說 這些在地知識跟傳統知識 是要靠身體力行才有辦法吸收的 它不是一個學派 也不是一個學門 也不是一本教科書 它是一個生命 所以我想類似的講座 當然很謝謝國家公園 願意辦這樣子的講座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講座 有這樣子的講師 能夠把這個族人的 這個很多的實際上面 所發生的事情 能夠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對於文化交流是有幫助的 謝謝 謝謝 我在山上狩獵四十二天 我那時候剛 他國小畢業沒多久 我為什麼要去狩獵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就聽到我的叔叔 還有我們隔壁鄰近 都在講他們在山上狩獵的那個故事 以前沒有電視 在布魯裡面電視 也沒有 都是聽那個日本時代的那個什麼唱片 大樂的唱片 黑白電影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星辰氣宴 在星辰這邊播放那個什麼 楊桑伯儀 還有小林熙有沒有 那時候還要去播花生 才有一點小錢去那邊看電影 那時候最部落圈傳統那個時代 那個時候我們聽最好聽的故事是什麼 獵人下山狩獵的時候那個故事 那個講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講一個晚上 因為以前都在考火 以前沒有什麼電視 都在考火 我們等著請帶獵人下來講故事給我們聽 我小的時候就是最喜歡聽那個獵人在講故事 尤其我那個叔叔很會講故事 我聽很多後來聽老的故事 他其實不太會打獵 所以我叔叔那個 他的靈力不強 但是講故事 非常厲害 他獵的動物沒有什麼動物 但是那些那個很會捕獵動物的人 都會講話 他們講的最厲害 我們每一個小孩都圍到他身邊 講故事 都是別人打的故事他打的 都是講到他自己 所以他講得很精彩 很像卡通影片在沙灘裡面 飛來飛去走來的那種 聽得很入移 所以當我到國小畢業以後 其實我的年紀還沒到 可以到山山裡面的年紀 那時候我吵著要去 我媽媽就一直 我絕對不能讓這個孩子去 我那時候身體還不錯 但是我吵著要去 為什麼 聽那個故事 聽得非常好聽 想要去感受那個山上的 42天 我記得我下山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媽媽為什麼知道 她在回頭來那邊迎接我們 我第一機會 她第一次看到我 哪個女人 她說 就是我的孩子嗎 可能那個時候 已經不像一個那個樣子 大概像野人一樣 哪個女人 我媽媽怎麼不認識我呢 原來我姐姐說 你已經長得 不是那個 你42天在山山裡面 整個都不一樣了這樣 我們深山裡面 如果東西一定最清楚的 你在深山裡面睡覺 也是晚上睡覺 夜下最深刻 就像人在講話一樣 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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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時候就聽到 好像你在夢到什麼 就有人在講話 所以我最怕 晚上的時候眼睛不敢張開 怕這邊有什麼人 因為水滴聲 鳥叫蟲鳴聲音 還有熊在推石頭的那個聲音 還拉那個樹這個聲音 好像住在我們旁邊 每一天都要 那個一段時間就要翻身 為什麼 這邊我們一定要烤火 很冷啊 深山裡面 睡的時候這樣 不意正正這樣玩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翻身 所以在山上裡面那種經驗 你沒有驚訝過 你真的沒有辦法體驗 有一次我在聖山裡面 我那個姐夫的爸爸說 我沒到那邊 那邊很多蜂蜜 走的時候 大概走了一天 才到那個地方 蜂蜜很多 好 那我們去死吃了很多蜂蜜 他說肚子還是很餓啊 不能只有放吃蜂蜜 你等我一下 我去那邊 你們不要過來 我那邊有 那邊有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我那個獵人 是我姐夫的爸爸 為什麼 因為他剛好在跟我 就是我姐夫跟我姐姐剛好相親 過去我被相親 都要拿獵物給那個女方的家 就這樣 就是關係就建立起來 然後呢 我剛好就上山摔倒 身了重傷 結果他就到那個一棵樹 他不到在隔壁那個樹 砍那個什麼藤條 他就吹 在我的山坡看到骨頭 劍骨 他就這樣吹一吹 滴到那個地方 我第二邊可以走路了 那是什麼藥 我不知道 我到現在還不認識什麼藥 就是他砍那個樹 藤條 我記得是藤條 他一撿一撿砍 他就下來 我看到傷得很重 口疼 哪好 口疼 對 然後叫滴 滴滴滴 我都沒有穿鞋子 以前還有鞋子 都是吃腳 今天他滴 第二天我竟然可以走路 我覺得這很意外的事情 我那時候覺得是很自然 因為老人家都會保護我 你去的地方就是中央建山 中央建山很高貨 對 他跟我講再過那個山去到南口 好像這樣講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他們老人家去採那個東西下來 下來說給我的滴 馬上好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現在來講 回想起來 怎麼那麼厲害 去哪裡找這個東西 我在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傳統的山裡智慧 如果我們跟國家跟我們合作 其實這些傳統的山裡智慧 其實都可以好好合作 其實我們泰國會中的沒有要趕著走 我們很希望大家一起快樂的生活在這裡 但是我們要有尊嚴 平等的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是 所以如果說把這些三連智慧 跟我們現在的管理的技術 大家結合在一起合作 是應該是很好 這個大自然是屬於大家的 我們曾經在這邊 有很多這個 我們一直在跟文化不講 這邊曾經發生過 這個泰國的戰略 我們希望 已經現在無限部分已經變成 這文資身分認定了 將來可能會在這邊 天獎那邊設一個文化 泰國的戰略文化紀念 我們把這些很多資本結合在一起 我們也希望跟國家公演 這邊合作 我們現在目前朝向這個方向在走 那最後我就用德文文的歌 大家一起唱 威士忍威馬咕 不要開嗎 不會唱嗎 你要唱嗎 你跟我一起唱 威士忍威馬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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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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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所謂彩虹 祈禱 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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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imabu Muimabu 我們就結束了 好 太好了 謝謝各位